許師傅 你這樣子我們真的很難介紹 來各位看一下花菇 哇 太大了 而且是冬菇 它有裂紋對不對 而且它這麼大個 這一間多少 這一千多 對啊 一千多 六百公會一千多 不只啦 還有 我們都是買一大件一大件的 然後這魚肚那麼厚 這壓包肚 這個是用油花的 因為這個水花的 起來浮浮的 軟的 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油花 油花才會Q對不對 然後花椒實際上 油花的是對身體是最好的 才是真的有膠質 這兩樣是一樣的東西就對了 對 就是用那個 五穀雞的純雞湯 然後加上那個 雞腿肉 雞腿 芳仔雞那個黃雞腿肉 天啊 各位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菇發起來多厚 然後這個我們像魚翁裡面的花椒是 有六百克 花好了這樣 各位你看這個有多厚 這是冬菇喔 冬菇喔 是真的喔 那麼厚 然後你看他的那個 那個雞腿 哎呦這個就是那個 發出來的 發出來的 發出來的一定要做到軟軟的 這樣才會順口才會滑潤這樣 然後全部用雞湯 對對 然後還有什麼雞腿 雞腿肉 那像烏骨雞我們是 一就是一比一 就像我今天做的就是用十公斤的烏骨雞 然後就用熬出來是十公斤的那個雞湯這樣 你也不放點白菜混一下都沒有 太扯了 這個香菇這樣 因為這個平時喔 我們就是有一些老饕會給我訂 我都會做 我在餐廳是沒有做菜單的 嗯 嗯 嗯 繼續 然後這個是 我跟你講我過年我吃這個 我不要吃一堆有的沒的 這個多養 多多滋熱啊 感覺那個膠原蛋白都被補起來了 主要是用那個排骨 還有這個竹参 也是有香菇 紅棗黑棗 紅棗黑棗莲子干貝 然後這個大香菇金針 這就是竹参 對不對 喔這個就是 主要這個也是用烏骨雞湯 來做湯底 只要是調理我們人體的五臟六腑 這個喔 這個一定甜 因為它有那麼多棗子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 就是這個菜都是沒有放味精 只有放一點點那個鹽巴 因為你要長蒸的時間 沒有不能煎放太多 有一點那個沙魚皮 OK 還有放那個烏森這樣 烏森 有有有 哇這是烏森來的 我們是買那個小烏森自己用自己去花的 我們都是自己花的 哇 聽那個聲音 然後口水都出來了 那個藻汁的香味 有黑藻有 有黑藻有紅藻 就是要調理那個輪體的五臟嘛 因為現在是已經冬至過了 然後這個輪體 這個陽氣比較低 慢慢把它把它補回來 我跟你講 你過年就是請全力的資金投資這一鍋 然後其他都吃青菜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